嚴正國喜新革面仍有人看笑話 自助中措聲六年學費全包 因為我是更生人 所以愛播動 因為我老爵 嚴正國在自早自演的新電影 夏蓮安中飾演出獄後 想努力重新生活的更生人 與他現實人生處境相似 你有遇過那些以前的朋友 但是看到你出獄之後 對你有一些刻板印象什麼的嗎 多多少少啦 我覺得都會有啦 但其實別人怎麼看我 我老不介意 到現在這個時候 或許有些人 飢餓如愁的人 他也覺得我就是一個壞小孩 很多人鼓勵我 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在等看笑話 也慶幸當年 有這一段的心差踏出 我只是感恩說 我還有機會回來這種地方 那我相信我做出來的東西 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曾經去女子監獄分享過 也做過公益 我在講文過去 我在講說 大家不要棄人 你們現在可能看個八年 十年 十五年 我說我曾經也看十五年 我那些我剛關回來 我說我現在可以站在舞台 是因為我的意志夠堅定 我覺得我 我可以你們就可以 有些人聽到這個 聽到我在講我爸爸的事情 聽到我在講我母親的事情 每一個哭得稀哩花啦的 那我只能安撫他們 你們現在真的不是哭的時候 你們現在是應該要堅強 怎麼樣把自己在這裡的服刑分數拿好 回去重新開始 有一個校長我超欣賞 然後我長那麼大 演講這麼多學校 唯一讓我跟我聊天 聊到我想掉眼淚 他說他第一次當校長 在某一個山區 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學校臨終錯 他說他最後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學生轉學生 已經六所學校的轉學生 轉校的長校 這個千萬不能收 你沒看他枕頭金髮嘴巴吃檳榔這樣 他說那個沒辦法教了 第二天他就帶著那個藍眼金髮吃檳榔的學生 去找那個老師 然後他就跟那個老師講 沒有關係你不要教他功課 你從早上他來學校 你就開始教他打拳 因為那個老師是一個自由勃及的教練 你把他拳教好 並且告訴他什麼叫武德 某一天他媽媽來 看到校長直接抱著他媽媽哭 因為他兒子打了青少杯冠軍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有叫無雷 你只有教育 沒有分裂 你不教他 你怎麼知道他不能教 那時候還跟我太太說 我太太說 差點衝動想要送他一百張票 請他看電影 可以吧 沒有我想要找那個校長聊一件事情就是 他有沒有認識那些種畜生 我說如果你有找到那種家徒士兵 我說你告訴我 他很聽 什麼看著我 他學校的學費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我幫他寸 是我能力範圍所知 我說如果你有看到 我做不了 我還有朋友 我可以號召 其實接受 接受人家的幫助 不是說 不好 你要接受別人幫助 你要把這份愛傳下去 那你要先 你要傳這份愛 就行嗎 你要先 變成一個有用的人 你要有能力了 你才能把愛傳下去 你會不吝嗨 我會不吝嗨 你會不吝嗨 你會不吝嗨 你會不吝嗨